全副武裝歌仔戲裝扮 陳雅蘭合體裝凱勳 亮個相 全場驚呼 哪一隻好人 和美花哪一隻好人 四零三 家靠 耍槍 漾漾難不倒 背後靠騎更襯托了大將之鋒 本來的記者會瞬間變成戲台 為了心細欲熱 老闆 這台聲鼓起了 站起來 站起來 保養車是在後面辛苦經驗的 你出鏡喔 別說是保養車的人 不要啊 兩位 刻畫歌仔戲劇團日常生活 從練功 吃飯 排戲 半仙道登台 陳雅蘭全戲劇團團長吳桂英 其實五位英的角色 就代表我們台灣所有的男人 對不對 我們台灣所有的男人 在四五年級生的時候 他真的是稱喜一片天 那個時候做媽媽的 真的是很勇敢 當主角而且還是製作人 就像是他的人生縮影 如今二零二四年面臨考驗 我本來就是都傳統 畢竟陳雅蘭出身歌仔戲世家 功力獲得恩師楊麗花肯定 成為她的首席嫡傳弟子 唱戲還做電視 更靠嘉慶軍由台灣拿下金鐘勢地 但自己表現出色還不夠 陳雅蘭想要的 是全程 是永續 他保留傳統 兼具創新 他傳承給我歌仔戲的DNA 所以我會為台灣這塊土地努力 我會為保留台灣重要的文化資產 而奮鬥 奮鬥兩字 包含賣了三棟房 還到處借錢 全英陳雅蘭留在弦裡的使命感 不讓台灣保會資產歌仔戲 有消失的那天